《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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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的時候 我們文訊面臨了一個大的轉折 這一個雜誌 或許跟作家相濡以沫 和作家一起的成長 變成一個溫馨 而且很動人的一個文壇 那這樣的一個媒體 其實如果消失是很可惜的 我那時候是做總編輯 我就只思考了大概幾個小時 我就決定說我獨自來 讓這個雜誌繼續 在文壇上有許多人說 楓德平是一位俠女 她在台灣 資深作家的照應 以及年輕學者 以及作家的培育 我覺得這好多工作都非常不容易 文藝雅集 今年辦了第三十一年的 那是以資深作家為主的一個 每年請他們來一次 可以互相看到老朋友的一個聚會 一般人不太可能辦這樣的活動 但是透過這個楓德平 一年一度利用這個 重陽節 大家老朋友見面 這是非常高興的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 是變成文學的森林了 那是因為他在這邊 誕生了一個重要的作家 他是王文欣 紀州安跟我的老師 王文欣老師其實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現在攝影的地方 過去就是王文欣老師住過的地方 所以我到這個地方來 每次都覺得非常親切 這個地方當然又換起了很多的文學記憶了 他讓楓德平老師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接下來這個工作 把紀州安經營成一個 文藝的活動的一個空間 然後經常在這裡辦很多活動 同時也召喚給大家對紀州安過去的記憶 利益貢獻我應該要特別提的 可能別人沒有注意到 他主持了一套 台灣作家的資料匯編 文訊資料庫這件事對我來說 真的是嚇一跳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說 台灣有這些的寫作者 可是我們就好像出現了一個 一個空白的斷層一樣 完全不知道 然後默默地透過這個資料庫 慢慢地去建構出 原來這片星空 不是只有孤獨的太陽氣 它其實有非常多閃亮的星點 我覺得文訊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留存了這些文化 留存這些記憶的這些歷史 你們也看到就是在二手書店 那種舊書 有些還賣得挺貴的 譬如說已經善意 已經絕版斷版的書 都是動輒一萬兩萬三萬塊錢 那我們不是談金錢的價值 而是文學的永和 人的肉身都會消失 但是唯有作品可以世世代代地流傳 有些人的行為 每一個人都會發生 人的家庭 感谢观看